主料,鸡蛋7个,白砂糖100克,滴粉100克,沙拉油88克,牛奶62克,辅量,椰蓉,可可粉5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滴粉称好,过筛两件,称凉好白砂糖,把沙拉油称凉好,放在炉子上加热,大约6-7成热,把锅筛好的面粉倒入,搅拌, 然后再把牛奶加入,不用搅拌得太均匀,然后加入6个蛋黄一个全蛋,搅拌均匀即可,这是最后的蛋黄糊,开始打发6个蛋白,烤箱预热160度,打发好的蛋白霜,分次混合蛋白霜和蛋黄糊,这是最后混合均匀后的样子,把蛋糕糊都装入模具中后,翻里稍微留一点,加入可可粉混合均匀, 倒入一花袋,看,只挤了几个,哎,袋子就破了,不过还好,总算挤了几个,烤箱15度,25-30分钟,嘿嘿,没有怎么开裂,烤箱里面的稍微有点裂开,但是靠近门口的没有,味道很不错,隔壁的小姑娘一看到,哎,立马要吃,拿走了2.3个,烹饪技巧。 这个只要打好的蛋白霜,一切就OK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换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